娘 听说太皇太后病了 我想去看看她 她昨晚闹得厉害 还在大雨里哭祖庙 在屋子里呢 又挂了白铃子 口口声声地说要自尽 还要到地底下去告我的状 烧得厉害 有这种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 我听您的呀 娘 昨天朝会上 我确实有点激愤 但是我觉得您说得对 本来您跟太皇太后 也不对付 我出兵您也不会高兴 所以我觉得晚了 这事就先往后挪一挪 以后再说吧 以后再说 我见过这些年 有因为私人恩怨 而影响国家的事情吗 我这些年 确实和太皇太后关系不合 你这也不会影响到 是何 是战 反倒是你 小小孩子两边挑拨 谁教你的 不是 您知道啊 也许张言是真的想打仗 也是真的想去 给他的弟弟报仇 可他也是真的想挑拨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这一家人哪 还都来都去 有意思吗 儿子 你就推心致腹地 跟娘说一句 我不知道太后说什么 反正我没有挑拨 我是皇帝 皇帝 你是个什么皇帝 我不是小孩儿了 我不是小孩儿了 我要像我爹 我太爷爷一样 做一个有 有军功的皇帝 你太爷爷 你太爷爷残暴 但明断是非 你爷爷庸弱 但是他有一副菩萨心肠 你爹贪玩儿 但是勇武仁慈 你呢 两边说话到处作喜 跟我还隔着心思 没了你 大明就没有皇帝了 你觉得我把你爹托付 给我的江山交到你手里 我就放心了吗 千万不要以为 这紫禁城永恒坚固 岂石八面来风 青鹤间漫天碎片 皇帝又怎么了 有一天 你要是真的打了败仗 你就会发现自己 空空荡荡 像片树叶在空中飘 到那个时候儿子 你的聪明对谁去使 你盼着我死了 我死了 你就可以当一个真皇帝 可是儿子啊 我死了还能有你吗 你想要打仗 由你去 可是你先去问问 你的同族兄弟 有谁 不愿意坐在你那 九五至尊的位子上 你想想 娘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娘的一片苦心 就是希望你能够赶快 再长大成人 娘不会害你 你就是铁石人 也应该被误热了 你跟娘说句真话 我怕说了您不高兴 您是一样要赶快 我的爱 就像师庙 穿着沉 我 投下来了 太后 这皇上怎么说 这么忤逆的话 好 真主 对 yorum 永远 你帮我去说说吧 和他说说 他还不听话了 说话呀 难就可怜可怜我这么多年 我的心血都快要熬干了 你都是乐得逍遥自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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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皇上来了几次 您都还睡着 太后大喜 皇帝纯笑 皇帝来的时候说 要割肉给您 煎药疗伤 太后大喜 来 这边 我叫他 好 愿者 百分之后 再有点蝉蝗 好 好 来了 来 来 来 阁龙 辛苦你送我了 说起来倒是不用我送 那些封疆大吏出京的时候 我都不会离开家门半步 与歇儿 你不一样 我比较能惹祸 太后勤自兵主 让你活下 我要还把你留在北京城 哪怕你去看门 他们都不会犯过你 众口硕金 你就是真身罗汉 来来来 这边 这边 也给你画上灰烟 我想来想去 把你送到京郊石灰窑 你少干活 活着 三一阳隔了 当年是何等锐气 据说连太宗皇帝 都被你们顶得暴跳如雷 无可能 今天让一个孩子 毕得说不出话 来来来 学生好生感慨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于贤呀 将来你要入阁 你就明白了 大家要乡人为国 说几句漂亮话容易 做个劣势也很容易 阿伯家的事情办好 又能保全自身 真是很难哪 好好活着 我对你寄予厚望 但愿国家 有重用你的那一天 赶紧帮手来啊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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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 我的大人 太后 慢点 此座 谢太后 我请三位阁老来 就是想问一问 皇帝要欲洽清征这事 究竟可能性有多大 能不能绝对保证 皇上的安全 太后 要想保证皇上绝对的安全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让京师三大营 尽五十万精锐进出 就由英国公张府带兵 张府这个人老成持重 跟随太宗皇帝多年 由他辅佐皇上 再让各地方官提前准备 美战必报 可确保皇上万无一失 皇上领着五十万大军 绕上一圈 这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瓦剌不傻 不会和五十万大军 正面冲突的 正面冲突的 其实就是多花点银子 对对对对对 皇上大了 我老这么拦着他呀 会被别人说闲话 说皇太后弄权 其实她现在想要去打仗 离战宫也是个好事 你们想她从小长在身宫之中 成于妇人之手 这也不对 让她出去见识见识 就算这仗打不上 出去见识一下 也是值得的 好 三位哥老 拜托你们 为皇上的这次亲征 你一个周详的计划 我听说 你觉得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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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那于谦 臣已经送他去京郊石灰瑶了 好 别让他干太重的活啊 伤了身体可就不好了 反正我也没给石灰瑶定令 他在那儿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呢就歇着 他的性子锐气太重 所谓佼佼者一辙 虽是英才 但不措抹一下 将来难以大用 于谦 他是个国士 我得留着 替皇上留着 是 你觉得呢 要不搁肚子的人 要不搁屁股吧 屁股得骑马 你拿着 你搁 皇上 别呀 不敢呀 什么你不敢 必须搁今天 必须搁 必须搁一块 不行 皇上 什么不行 那搁哪儿 皇上 您是龙体 哪儿都不能搁 要不 您搁我的吧 混账东西 你这真臭肉 你要喝了不得吐出来 别 皇上 你搜 千万别 你搜开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皇上 什么别的办法 难道等着太后废了我吗 你搜开 别 皇上 大胆 皇上 太后口谕 快说 太后说 皇上要御驾亲征也无不可 肉就不用割了 和内阁大臣一起商议 或许有个万全之策 御驾亲征去喽 还真没人进来过啊 好 一辆车不够装两辆啊 可看好了 我这箱子都封着封条 上着锁 你们那个狗头闲命长 碰一下试试 哪儿敢呀 爹 对对对 儿子们 会像爱护眼睛一样 爱护这些箱子的 不可 您放心 行了 不可 换抬了 记住啊 按着编号放 天 地 玄 黄 宇宙 洪荒 当年 你爹两次出征关外 我也是这般为他送行的 当时他出征的时候 还没我大呢 您说说 我以后的战功像不像他 梅日军报 八百里快马 务必送回来 我得知道你在哪儿 知道了 人都说母子连心 你这一走啊 我这颗心就茫茫然哪 跟跳了牙一样 没了去路 娘 您还有什么话 您就都说了 等我出征回来 我就变成好皇帝了 皇帝 皇帝 心要大 要用我对你的这颗心 去对天下人 天下万民都是你 物交 物金 师恩在先 屠戮在后 如此天下可定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今日 恭送大明天子正统皇帝亲征 愿天地诱护 祖宗有灵 山河无恙 万民不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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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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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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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了 请太后预览 皇帝到哪儿了 回太后话 皇上今天到了凤凰岭 凤凰岭 太后 太后 宣大的将军 有没有上兵帖 没有 瓦剌野仙呢 他们的兵马移动了没有 太后 瓦剌野仙 一定会在下雪之前撤退 等咱们的军队到了 能不能见到瓦剌人 都不一定了 请 皇帝走这条古道 还是不太放心哪 请太后放心 只要按照兵部的计划 朝廷的五十万人马 推到宣大 足可以让瓦剌野仙 避起锋芒 早早逃走 是吗 是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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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躺案子底下干什么呀 这不是试爱的花吗 奴婢该死 奴婢没伺候好皇上 等这次干掉瓦剌 我把关外封给你怎么样 装 又装 皇上 您是对奴婢太好了 奴婢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块地 奴婢不要了 我就想一直伺候皇上您 那就把您老家那个村子赐给你 我就是个天餐地缺的人 您把村子赐给我 我又没有儿女 皇上 您要是真答应 您就跟我去趟我家 奴婢才是真高兴呢 传侄 什么 监装 监装 好呢 嗯 嗯 大哥 走啊 掐住了 你使劲啊 使劲打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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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愣着干啥 愣着干啥 快 退车 往后边去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来 大哥 帮帮推一下车卡住了 来 车卡住了 来 一 你把腿 一 一 大家踢我耗子 来 死了天 死了娘 嘿嘿嘿 凶人一次能胆成霜 嘿嘿嘿 这几年不了泪 嘿嘿嘿 好够加入了够够灰 嘿嘿嘿 好 好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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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快点 好 好 手 加入了 够够灰 太后 太后 薄千丝的兵铁到了 您来 杀 你现在去贤围室 有什么事 也要把人家伤害 他 我一把你进去 不住 你就是个人家伤害 将军 兵部发来帖子 问咱们现在的刑军位置 肇实了讲 就说皇上突然不想打仗了 想到山西卫县去体察民情 是 参谋 在 将军 前军到哪儿了 怎么跟乌龟爬一样 是有点慢 为什么 王阵大人说 此处临近家乡 不能踩他轻描 他还要讲一点名声呢 他是顾及名声啊 也先的六十万大军 是吃素的吗 踩 踩了赔 将军 王公公的话就是皇上的话 就是将军这么去说 也是没用的 谁说有用 这 好 我去说 至少让队伍先进了怀来城 这么一条线摆开 骑兵一个冲锋全吃下去了 是 胡来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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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后面包送师哥 老六 你们轮两班 动作快点 是 皇上 我去看医 好 先把书砍了 打好马就 一让各营都搭上 死一匹马 我杀到全家 是 皇上 收拾好了 哪里啊 那边 皇上 皇上 跟皇上说赶紧走 此地不宜久留 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你个不难不拟的玩意 给我滚我 就跟皇上说 你再说一次 行军该到 回去并不要砍我的头 违背圣旨 我现在就能砍你的头 你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这附近没有接应 军队又集结不起来 也先欺兵一道 那就是大祸 呸 你是饭头吗 五十万大战 这是饭头吗 几个瓦剌兵 一人一口脱脱 就能拖死他 行 我不来的 你去找皇上说 你去 王公公 你至少让皇上改个军令 咱们先把部队集结起来 再往前二十里 就是从淮来城 一半军队在这儿 一半军队驻扎在淮来城 鸡脚相对 以城乡为夷 能安全地多 我要拖子 我又没让你不这么做 可皇上让我们 只能走田楼 不能踩庄稼 这什么时候能走到啊 踩得最多是赔嘛 赔 你们赔过一文钱吗 皇上要去我家 体察民情 这个地 一寸都不能踩 你想让我落下骂名吗 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还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爹 爹 我的车呢 这太沉了 走不动 儿子们痴呆的力气都用了 但他就是退不上来吗 他 五十万大军 推不上来两辆车 你别生气啊 我们不是怕东西丢了吗 儿子们这就回去 不吃不睡 舍了没 把你把东西扛过来 我告诉你 我跟皇上在这儿等你 少了一个元宝 我割你一块肉 你是 叶仙 叶仙 你是什么人 叶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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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骗我 在草原上还没有人敢骗我 说出来的话就要有千金钟 以这么大不足的首领 来开我的玩笑 莫不是不想活了 叶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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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闹 喜闹 他好歹也是 但是 吴连卫的首领 我们的盟友 你说你才这么多人面前打他 让他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熊英从来不和兔子交朋友 叫他滚 好 好 好 你说你 行 这样 跟他先把话说清楚 好吧 不是 怕出面的有我在 行不行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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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叶仙 是 当时抓了个张科剑 是你们喊着要杀 要杀 生怕我拿来管大明要钱 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 好了 我现在把他杀了 大明来兵了 你们不出兵 我瓦剌部族跟大明 拼个全军覆没 没问题 然后呢 然后就会来对付你们 真是又愚蠢又自私 叶仙 我也说过这句话 可族里的长老们不听我的话 说是大明有五十万大军 皇帝亲自领兵 我们打了一百多年 都没打赢 你 叶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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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鸡蛋不应该碰石头 就是你们这么想 这几十年 我们才打不赢 这次来的皇帝 不是那个疯子朱棣 也不是朱战机 是个娃娃 入袖未干 有什么可怕的 他还没有马匹高 他哪里知道什么叫战争 大明和我们早晚有一战 既然来了 就要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 回去告诉你们的长老 磕头 求饶交不了朋友 要不想灭族 就快快与我合兵一处 报 驾 行 他们为什么走这条路 你 请 土木堡 侄儿一直在下雨 明军队伍三天都没有过完 所以 自重车辆都在后面 太好了 明军的红衣大炮和火冲哑巴了 队伍拉这么长 手尾不能相连 兄弟 一百年 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机会 真是个如秀未干的小皇帝 你的朗不放出来 会白白便宜了我们 放 放 这次我们一定要去杀了他们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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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太后 热茶 我心气 我做了一个噩梦 什么 我梦见先帝他骂我 说不该 不该把孩子放出去 我也骂他 我也生气 对呀 若不是你这样命短 何苦要我操这样的心 然后 然后他就走了 我又随他殉葬了 也就没这烦恼了 太后 这皇上不在 您就是一国之君 可不能自暴自弃呀 并不有快报吗 没有 怎么还没有 您也忒心急了 这皇上啊 带着五十万大军 走了这么久 来往快马也要两天 哪能时时都有 真应该陪他去 好啊 咱们大明还没有太后一架亲征呢 您去的时候 记得带上我啊 儿子是娘的连心肉 有儿子的人哪 不怕死 儿子可以替他活着 儿行千里 真是牡丹妖啊 怎么能不带药呢 怎么能不带药呢 王公公 王公公 谁呀 樊将军 皇上没事见 他 他和十几名乾隽大将 跪在院子里面 Lot 他没法关了 便是